姐姐 我有一事相求 你说 我从那西域小国来到这里 就只有姐姐对我最好 我在这个宫里无依无靠的 想要找一个盟友 姐姐觉得与妹妹有缘 那我们就结盟吧 嗯 贵妃娘娘说 是打您的请宫里的时候 您就看到了皇上的玉碧带在身上 那您又跑过来问我俩 说皇上在离开你们宫殿之后 有没有来我们这儿 那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感觉爱国人极了 因为刚刚我们的五子棋 我已经五颗了 我已经赢了 他明显心神不宁 不是费消棋 于是才忘记了输赢 爱国人有鬼 有些逃避你的 我们再重新下一集吧 我只是刚才在那里六号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现在就要笑到第六个 我是吗 真的玉碧的事吧 其实啊我和娘娘都挺着急的 所以我想来问问你 昨天皇上都去了哪儿了 皇上来过这儿 就和我们总管一起 哦 哦 后来又上花园转悠了一下 会不会是在花园溜达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玉碑掉了呢 哦 若您能找着 皇上一定大大忧伤呢 到时候您这地位 还用管别人叫娘娘吗 这个当不当娘娘我倒是不在意 好 我知道了 玉碑找得怎么样 这个玉碑呢 我是尽心尽力在找的 毕竟 娘娘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宫里就这么点人 你像找了这么长时间没找着 我估计肯定是 有人可能拿了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拿了 我觉得袁飞手里 说不定有什么消息 我觉得你应该去问问他 好 或者你去皇上 昨天四十之前去的 岳西堂 锦绣堂 我估计那边应该也能有线索 看看昨天的时候那边都有谁 估计他们应该会看见吧 看见说不定他就给拿走了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您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你好好副走娘娘就行了 多帮忙娘娘 多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 对不对 我是饰演了一个就是 西域小国的公主 然后是嫁到这边来的 然后我还有一条暗线 其实是我也深爱着郡王 什么 爱吗 真的 明白 对 我一直暗恋郡王 然后因为我知道 就是郡王和就是贵妃娘娘 其实是两情相虐的 我为了让郡王放心 然后就是怎么说 为了成全你们 所以我也一起秘密地在帮我 明白明白你的角色 你没捅死我 真的谢谢你 因为我是公主啊 我自尊性很强的 然后我的性格就是那种妖媚 娇臣 而且就是不太懂这种规矩 所以我借着这个由头 行李也没有怎么好好行 乱说话什么的 但是很好 对 就是大概这么样一个角色 谢谢大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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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提供